好,现在我们就来看 电感器有什么用途 电感器 电感器呢 它可以用来储存磁门 现在我们要问 储存在感应器里面的磁门是多少 这是感应器 我们就在一个电路上面 这个电路呢 这一端就在这个可电电阻上面 当然我们把这个街头在这里滑动的时候 滑动的时候 就是使得这个电阻变大或者变小 你看这个往这边滑电阻变小 电阻变小电流就变大 对不对 电流变大这个齿通就变大 滑动变大 它的EMF就是跟这个相反 并不是这样 它是这样的 好 当我们把这个街头 电流 让它从零开始增加 零开始增加 我们让这个电流从零开始增加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的电阻系就在改变了 对不对 电阻系 就是我们看什么电阻系呢 这个先看这个电阻系 当这个电流从零开始增加的时候 这里的电阻系不就开始做工吗 对不对 它就把能量输出 power输出来啊 power输出来啊 你就说这个时候EMF呢 它就有T Y 这个power 电功率输出来输出 这个电功率呢 它有一部分呢 就是被这个线圈 跟这个地方的电阻所消耗 它变成月功率 那还有一部分跑到哪里去了 还有一部分呢 哦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 成为这个电动式的 那个输入的 能量 输入的能量 OK 这个电动式 使用这个电流 当这个电流从零开始增加的时候 这个电动式等于有功率输出啊 一部分的功率就是 被电阻 转化成没落功率 还有一部分功率呢 就是输入到这个 用YL里头去 就是自 因自感而产生的感应电动式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看 你这个输入到这个感应电动式里面去 这个power是等于 我们现在用绝对值 就在一层I就是 输入到这里头去的 就是 外面的能量 输入到这个电动式里头的内能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I就是这个I 而这个感应电动式呢 这个就用EL 不就用YL 那就是L EIO的DT 就让我们这个是什么 绝对值 绝对值 绝对值的话 LDI over DT 一定是正的 好 现在我们说 零 对如从零到 所以这个一定是正的 这个一定是正的 L一定是正的 所以它就是L I 应该是I 剩下LDI over DT 好 这个功率就是等于 我们说 这个耐能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我们续电池 内能就是化学能 你输入的电功率 会变成它的化学能的 就转换成为化学能就对了 如果是马达的话呢 那电功率输入 它就变成动能 它内能就是动能 那这个 这一个L质感 而产生的这个感应电动式 它的内能是什么 它不可能是化学能啊 它也没动啊 也不可能有动能啊 那是什么能量 是磁能 因为 这个地方 有磁通 有磁通 有磁力线就有磁通 改变 所以 就是磁能 零的时候 当这个变成在零的时候 就没有磁场了 那被人爱的时候 它就有磁场了 有磁场了 所以说 就开始有磁能 它就是磁能的时间变化 它就是磁能的时间变化 等于这个 这个又导出来等于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就看这两下 相等 这个相等的时候啊 我们就 Bt不认为磁能的时间变化 Dwm就是磁能 Li 重上Di 两边都七分 这个电流 七分电流呢 从零到大I 这个磁能呢 这个电流I等于零的时候没有磁能啊 因为 Bt最大值的时候 磁能是 Wm 就是这个 就是磁能啊 这里 里头有磁能 好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Wm啊 这个积分就是 二分之一 L I平方啊 这个数字的积分啊 就说一个 线圈 它的自感性数是L 它的电流 从零中到I的时候 就有这么大的磁能 出存在这个圣圈里面 这个意思 就是说 有电流的地方就有磁能 磁能是 到现在有电流的地方就有磁能 好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对于R 成立L的磁线管 固有I之间电线 对于I 除存于磁线管内的磁能 那你成了磁能 磁能 磁能有两种 就是两种观点 一个就是磁能是 存在电流里面 一个我们会介绍 磁能是存在水场里面 那现在我们只学过这一种 对不对 好 那磁能就是存在电流里面 二分之一 L N E Q 加分这个就是 磁能的线管 或者化的线管 就是这很长 N 加 L 好 那么它这个 它对这个式子 这个电流是I 那么它们的质感系数是什么呢 就是N Five over I 这个式子也不要记 这个什么意思 通过这个线圈的磁通 握住它有N小N扎 这个磁通是由电流本身 产生跟电流怎么这么比 BV乘的就是L 你这么记 对吧 好 如果这个有了 这个要靠 就用Five才知道L Five等于什么呢 Five就是磁通 就是这个 性圈的磁通 磁场 Bof DA Bof就是磁通的定义 是这样的动力 对 因为这个L 远大于R 远大于R 远大于R的话呢 那么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长无形管 很长很长 因为这个长度比这个大很多 而是啊 这个当中的磁场 磁场就是 我们就当作这样子来回 这样跑 其实就 冰冰有一点漏掉 冰冰有一点漏掉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漏掉的很少 因为 那长度啊 比他的半径大很多 这一点我们就忽略不计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当中的磁场 就当作是无限长的 螺线管 产生的磁场 就是冰冰磁场 跟这个当中一样大 就是这个磁 这个磁 我们再取DA跟B层平行 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平行的 对不对 平行的就等于B层DA B层这个是一个常数 我拿出来 那第二个机分就是 排R平方 FID跟这个 好 我们就把这个带到B层里面去 带到B层里面去 NV over I I约掉了 N 再重一个N就是 N平方 就把这个L 带到A层里面去 就得到磁磁是怎么打 磁磁是怎么打 好 现在我们 看第二个观点 说磁能是 存在磁场里面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是 普通物理阶段 那我们就用这个特例 来搞出这个 那二年级的 带词学 它不是这样做 那我们就用这样子做 首先我们第一 磁能力度 Magnetic energy density 用Ub 也表示 我们以前学过Ub 变能力度 现在Ub是磁能力度 磁能力度是等于什么 这个系统的磁能 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的磁能 对系统的体积来处 就整个体积来处 我们这个系统 用上一个例子来 你学出来 磁能是这么大 这个系统的体积呢 就是πr平方成L 所以 πr平方成L 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会 这个带到这里 这个带到这里 画一画 可以当成这个样子 我故意写成这样子 就因为这个脱弧里头的 磁能大N OVL成I 这是磁场 所以他就可以学到 二能零分之一 磁场有多平方 二能零分之一 磁场有多平方 这就是磁能力度 磁能力度的单位 那边是Jour 可能Nitra Cube 每一个立方公群 有多少Jour 对 那这个磁能力度的话呢 那么磁能力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磁能力度 磁场低拓 每一个地方的磁能力度 除了那个地方的一个体积基数 没有积分 这个无形大是代表什么东西呢 就是代表你积分之后 第二啊 这个体积 是涵盖无限大 涵盖无限大 这很重要 你这个 无穷大要写出来 他能不能把磁能力等于带进来 就是这个 所以以后你求磁能力度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式子写出来就好了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符号就是代表 所有的空间的意思 好 现在我们就 等等我们会举例 好 现在我们前面讲过 磁能可以用磁场来表示 磁能可以用磁场来表示 刚刚那个数字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质感系数啊 我们前面的定义是这个 对不对 用这个定义来做的时候啊 能要决定什么呢 决定这个小恩 小恩就是说 他原来有大恩渣 结果 他只练着他大恩渣里面的小恩渣 那这小恩渣有什么啊 不容易决定的 不容易决定 因此你要用这个式子 来做你质感系数的话 往往这个小恩 没有办法决定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另外一个 choice 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说 我今天磁能 刚刚那个数字 磁能是等于二分之零 平方啊 如果你磁能要用 一定要用二分之零 平方来算的话呢 那你这个 就只好把 然后用这个方法算出来 整个算磁能 对不对 可是我们处理有另外一种方法 不要经过这个 不要经过这个 它可以由磁场来算 那么磁能又给二分之一 I 二分之零 I平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L 这个式子 就等于什么 等于L 等于R WM OVERI SQUARE 就是我们这个可以啊 另外一个方式 说不需要经过L来算 要求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用磁场 来求磁场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可以读到这个 质感系数 就是 另外一种方式来算 质感系数 这就质感系数 有这两种 两种计算的方法 好 现在我们 看这个词 下图 磁场 磁场 磁场地界 这是磁场 磁场 磁场地界 它当中这个词 就是一个 这个 正方形 或者是个 举形 要磁场 在这个 磁场地面的 磁能 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两种方式 可以算 一个就是 磁场 磁场在 地围里面 我们这个方法算 我们这个方法算 一质 会算这个 L 对不对 L 是等于 N 小N N N O I 小N 就去看它 N 就是看它 N中的磁 面线 把 N 这个N 它列入 多小差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当中的磁 磁场是一个 都尾相加的 所以 它把N 全部都练住了 那就是 小N 等于大N 好 这个有了 对不对 那么 这里边的L 从这样子算 我们用这个方法做 L 是这样 但是这里边的 Fy 等于什么呢 这就是 经过这个 比如中的磁头 B 场 B B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虚异能力的 这个磁场 B 那么这个磁场 我们以前算过 用安培定预算 安培定预算 等于这个字 我说过 这个名义 有记性 这个结果 要记载 世界就可以用了 只要说 用安培定预算 我们可以得这个 磁场 有了 那么我们取 B A 跟磁场 平行 那么B A 这个大小 就是 在这个面积上面 我们取一个面积 激素 这个面积激素 就是高位H 那么 昆是BR 昆是BR 这个是 这个虚异是R R 昆是BR 把这个带到C 把这个带到C 树里面去 第一场是这个 DA是H DR 因为它两个平行 所以就是变两个 两个树相成 然后我们就把 成数提出来 把R分之BR 留在里面 积分 它的 半句 内半句是 A 外半句是B 下之后 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它的 Flex Flex 有了Flex 我们带到B数里面去 就得到质感系数 好 质感系数 有了我们带回A式 带回A式 就得持有的是这个 好 现在你记得 好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是先算这个 最后才得出这个来 好 算这个 L呢 我们就经过 我们要求Flex 求Flex 好 那么 以下我们就要介绍 这个季节 我们还会出现一个这个 负能是这个字 负能还会再出现 我们先用第二种方法 方法二 还是这个 这个 无限环 我们用这个 吃能 我看 用这个方法 你就把这个续子 把它写出来 知道吗 诗子要写出来 然后要求什么 求磁场 求磁场 还有就是取低套 好 磁场呢 我们这个 无限环 就是用这个 安培地位 回到这个结果 你现在广内广外都要写 广内是这个 广内是唯一 这个我们安培地位做过 为什么呢 刚刚我们叫管内 为什么现在广外呢 因为现在这个积极 你看它是什么 包含所有空间 所以管内 也包含 广外也要包含 我们是取低套 低套就是 这一圈 跟这一圈 跟这个高度 所为成的体积 那这个 这一圈跟这一圈呢 宽度是DR 再乘上H DR 就是这个 乘H 就是这个 T R拍 不是 R拍 R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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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周围 周围 乘DR R拍 R 我们先乘H 周围 乘H 就是这个 R 我们先乘上这个宽度 就是体积极数 我们把这个 第一套 带到这里去 第一套 带到这里来 不过要注意哦 这里无穷大 那么 我这里只有A到B 那其实它要从0到A 然后A到B 然后再从B到无穷大 可是因为0到A当中没有磁场 从B到无穷大当中也没有磁场 不是零 所以只剩下这个当中的磁场 嗯 那么 我们把这个 登场带到这里来 然后拖 带到这里 我们整理一下 到长度下跌出来 这个是BROR 那就对了这个 然后这就是磁纹 就跟我们刚刚算的那个磁纹 一模一样 如果他要问你 这个 和线纹的质感技术是什么 你现在就可以用磁纹来做了 因为磁纹没有经过质感技术 我们用这个 这个数字就是 WM的二分之一 LI平方 这个层二 被I平能穷 你看 这就是刚刚求出来的 对不对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你们就会发现 质感技术 有时候用磁纹来做 它比较方便 我们这里是写说 一根无限长的变满线 这只是一个结面 无限长变满线 内部的半径是RA 这是一个实体的一个导线 原住体 导线 外面的弹线是B 这个是一个原住壳了 导致原住壳 这流 I从里头流出来 I从外层这个导致流进去 构成一个回路 现在求什么 求这个电缆线 单位长度的质感系数 这个质感系数 你如果要用N5 N5 I来做的话 很难做 因为 这个变满出来的 变满出来像我这东西 磁红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这个磁红的磁红 不光是这个区域到这个区域有 这个当中也有 这个也有 所以 这个里头 它总共的磁红是多少 很难做 因为 这个地方的 电流 你看 这里真的有电流 所以这个磁红啊 那么这里都有电流 跟这个不一样 这里 这里没有电流 这个电流全部是这个里头啊 这个磁红比较好做 这个磁红啊 不好做 不好做 这个磁红等于就想不好做 那就是说这个N小N呢 我们 不能决定 不好决定 那我就用这个 二 WM 用这个 I平方为求 这个 因为这个是怎么一定要求这个磁红 对不对 磁红就是要 磁红是存在磁场里面 有安排电流 这个有安排电流 我们做过 小于A的部分是这个 这是无穷大 大于A的部分 大于B的部分是零 在A跟B的当中是这个 这个我们都做过 你会像这个 如果不是叫你求磁场 不是专门求磁场 像这个 那你就可以说 我用安排电流 可以得磁场是这个 那如果不是叫你 专门用安排电流 来求磁场 那就可以接入这个结果 磁场的律师这种方向 正好在哪 善理门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 有的磁场要求什么 V靠 V靠就是要求这里 这个半径是R 这个半径是R加VR 如果我们取L 去尝试L 因为 RπR 乘L就是这个 一个尝试L的一个 圆住壳 那乘上这个厚度 就变成这个 就变成磁场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0到A 就是用这 0到A之间的磁场 A到B用这个磁场 B到5间的磁场是0 把这个算出来是等于这个 现在我们再把WM 带到这个数字里面 就得到这个 变流 就得到这个 质感系数是这样 那这L除过来 就是单位长度的 质感系数 把这个 尝开 就变成这样子的 它单位是Henry Polive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Coyle 线圈的串连跟电连 那么有N个线圈 这样子连起来 是通过每一个线圈的电流 是同一个电流 这种方式叫做 串连 但电流通过这个的时候 这个质感系数是L1 于是它就有一个 我们假定 电流线也是越来越大 OK 所以它电流数是这样子的 再来 这个线圈 也是Di over dt 会乘上这个质感系数 L2 乘上这个乘L3 乘L1 就是它一阶一阶一阶又连续的这样 持续的这个电位的降落 那么 我们就发现 VA到VB 就是总电位降落 总电位差 VAB 就等于每一个电位差的核 你把L1提出来 因为Di over dt都一样了 它就变成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套 当作是由一个线圈产生 这个线圈就是本效的 本效的这个线圈的自感系数 假如只有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 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好 那 从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得 等效 自感系数 是等于每一个串联的 线圈的自感系数的核 就是它的串联 这么我们看并远 N的线圈是一种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二个 每一个两斩的电压都生土 这个叫做定年 我们要求这个定年的时候 它的等效 自感系数是什么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你这个电压高 这个电压低 于是就有电流 从电压流过来 家庭这个电流是I 流到这里是I 不过这个I呢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才分成N条路 所以它就有 就把它分流了 就是I1 就是I2 就是In 那I1 I2 In 这个 各种多大呢 它有它的一种法则 它不会像我们人 它我认识你 不会 跟你熟一点 会给你多一点 它不会这样 它有它的原则 它这个原则就是 这两端 I通过这里 通过真大的话呢 它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跟这个相反 相反 它就是要 这感应电动式的大小 就是 就是VAB的大小了 每一个都是VAB的大小 所以I1又配合这个 I2要等于这个 但是I呢 全部加上是等于 I1加I2 一直加到I I1要等于I 而VAB呢 VAB又等于这个 还应电动式 又等于这个 就是关电压 这两边就关电压了 那等于一个 你把它当做一个的话呢 VAB也就是这个 所以从这里头 我们可以发现 V1 我们现在可以把 DI 这个DI over DT DI over DT 那就是I等于这个 I1加I2加I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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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I1呢 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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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于什么 这个是等于VAB 就是你这个 这个值 每一个这个值都等于VAB 所以DI over DT 就是VAB over L1 DI2 over DT 等于VAB over L2 所以DI1 over DT 等于VAB over L1 DI2 over DT等于VAB over L2 我們現在就說,這也等於什麼? DIODT也等於L1分之DAB 所以DIODT又等於這個 所以這兩個相等我們就得L1分之DAB 就是等效質感係數等於每一個定員的線圈 質感係數,這是導數 等效質感係數的導數等於每一個定員的線圈 質感係數導數是何? 這有點跟電主的創電員型態差不多 現在我們看直流的RL點路 直流的RL點路 這個電主 然後就等於有一個coil 這個coil在起初的時候 起初因為它這個S在這裡 電線在這裡,沒有接到這裡也沒有接到這裡 所以這個Voltage不會作用在這裡 所以這裡不會有電流 所以在T的N1的時候 這裡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經過這個coil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這個switch 把它接到第一的位置 接到這個位置 這個接到這裡來 好,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人接通 是電動器開始作用 不是電流就想 從這邊就流到這裡來 本來沒有電流 現在就有電流 想從這裡流到這裡來 反而電流從沒有要變成有的時候 這個感應電動器就會產生一個 這個線圈會產生一個感應電動器 那你電流變大嘛 所以它感應電動器的方向呢 就是跟電流相反 電流相反 所以你這裡有個電動器要這樣子 把電流使它往這邊流 這裡有個感應電動器 不用電流 所以就是說 你用電流這麼流 因此這兩個電流呢 方向不一樣 所以這個電流 不會一下子就比你很大 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 它的電流就是 v over alone 一下子怎麼打 因為沒有這個存在 它會產生一個感應電動器 是跟你相反 所以你這個電流不會那麼大 為什麼 它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慢慢增 一直增加到最大級 好 現在我們就把這個switch 接到provision one 這時候開始計時 開始計時 就在這一瞬間 就已經開始計時 就說T秒的時候 T秒的時候 假如 現在是T秒 那這個線圈上面 過測是I T秒 過測是I 假設 一接上去 經過T秒鐘 這個線圈上面 過測是I 好 那麼我們根據 KVL 就是Culture Loves Vantage 後 我們把這個 童物 本來未被畫出來 這個童物 本來未被畫出來 這個是正 這個正這個符 從這裏呢 電流是從這裏上來 所以這個童物 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感應變動式 跟原來這個變動式的方向相在 所以是從復帶上去 住在這裏 看你從這個polarity 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從這邊走一圈的時候 就你這邊增加那V 電壓 這邊 連續下降兩個 連續下降兩個電壓 Vr1 就是這個電壓 VL是這個電壓 所以Vr1 就是這個電壓 所以應該是Vr1 那I 我們假設定義是I 是Ir1 再加上這個 就是L Di over dt L D Di over dt 降落 降落 這個電壓下降這麼多 這個電壓下降這麼多 那等於這個電壓的上升 像這個 這個式子你一定要 要把它學會 要學會 它的要領就在這裡 你這個第一個式子都寫不出來 那以後怎麼算呢 所以我們 這個就是它的circuit regression 電路方程 它的起初狀態是T代於0的訊號 I是0 沒有電流 一開始沒有電流 但是它電流的增加率 是等於V over L 你看這個 這電流等於0 VL over dt 是等於V over L 電流等於0 可是電流不斷的增加 這等於0的時候 它的電流增加率是V over L 當這個數字啊 會越來越小 隨著時間前進 這個會越來越小 因為你不可能始終這麼大 始終這麼大 不就是以後 這個能量可以到無窮大了嗎 對不對 一定是越來越小 好 默默狀態 等T等於無限大 就是很久很久以後 好 那就是 電流不再增加了 電流就是0了 好 Di over dt等於0 那這個數字的I呢 就等於V over R1 這就是穩定電流 最後的電流 你看 最後的電流就是V over R1 就跟你這個 是一個短路是一樣 這是起初 幕後狀態 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 要看 在起初的幕後狀態的當中 就是這個 這個式子 好 這個式子 我們就把 把它移向一下 大家都被I1 R1來除 然後把它移向以後 整理變成這樣 好 變成這樣子 然後呢 就把Di over i 這一項放在這 就拿到左邊來 好 我們把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跟我們搞成一個式子 Di 分母就用這個 其他的這個 就是 負的 R1 over L 就一體 兩邊积分 T等於0的時候 電流是0 T等於T T等於T的時候 電流等於I 好 你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 其實你可以當成是 這個 這個I可以當作 就是 I減到V over R 因為這是個常數 那V分就是0 所以積分呢 就等於Log I減V over R 然後把上下線帶進去 就變成這個值 好 這個呢 0到T呢 就是T了 我們把 Wog 化成 Exponential 所以這個 方數 與Exponential 這個值 然後把 Vr1提出來 就變成這個 就變成這個 變流 學習性改變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 變流的時間變化率 這個 被T來為 就是T來為一分 就變成這樣 因為這個為分等於0了 最先為分就是這個 好 結果就等於這兩個結果 兩個結果 OK 我們現在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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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确实下降了 它这个电流的时间变分率确实下降了 我们看R1的端电压 R1的端电压 就是VR1 我们刚刚那个图上面 R1层上这个 R1的端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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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这个东西 R1的端电压 那就是R 就说这个 这个也是随时地上升 这个也是随时地下降 随时地下降的 OK R1的端电压